大家好,我是队长 蜘蛛侠纵横宇宙已经上映 像许多人看完电影后 对于影片的结局 一篇尾包含的彩蛋会产生一些疑惑 本期视频我也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特别解析 那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 首先是影片的结局 在电影最后 麦尔斯错误地传统到了42宇宙 由于这个宇宙没有诞生蜘蛛侠 使得整个城市陷入到了犯罪和暴力中 而这个宇宙的麦尔斯也没有成为英雄 而是因为父亲的死 直接黑化成为了反派徘徊者 当一阵一邪两个麦尔斯见面时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一幕所震撼 而关于麦尔斯被传入到错误的宇宙这一点 其实在影片中一直都有暗示 最职业的就是在蜘蛛联盟 当麦尔斯启动回家机器时 设备扫描到麦尔斯的基因后 屏幕上显示的并非是麦尔斯的1610宇宙 而是42号宇宙 也就是那只咬上麦尔斯的变异蜘蛛所来自的宇宙 其次 就是这个宇宙里面麦尔斯房间的布置 和1610宇宙完全不同 在此前葛温来找麦尔斯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的细节都是伏笔 我们可以看到 麦尔斯的房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气的玩偶以及海报 并且还有一个被葛温顺手拆掉的玩具 然而 当麦尔斯回到42号宇宙的房间时 可以发现 房间里面的布置既简单又灰暗 如果此前 屏幕上的宇宙数字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通过这段也能够发现两个宇宙的不同 并且麦尔斯母亲的打扮 同样也能说明这是另一个宇宙 在影片的前半段 麦尔斯父母与老师交谈时 曾说到他们家境营时 根本不会有金钱方面的困扰 1610宇宙的麦尔斯母亲 每次出现时身上都穿着了许多首饰 但是42号宇宙的麦尔斯母亲却异常的朴素 并且没遇见凝聚着挥散不去的悲伤 这同样也是一个暗示麦尔斯回溯宇宙的细节 并且相信许多粉丝肯定都会好奇 为什么咬上麦尔斯的变异之珠 偏偏来自于42号宇宙 为什么不是32宇宙或者52宇宙 而关于这一点 就不得不提到麦尔斯在漫画中的真正起源 在漫画中 数字42曾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麦尔斯赢得了学校奖学金的彩票号码 而第二次就是咬上他的变异之珠背上的数字 漫画的原作者布莱恩·本迪斯表示 42这个数字是为了纪念著名的黑人棒球运动员 杰克·罗宾逊 杰克·罗宾逊是第一个 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打球的黑人球员 42号正是他的球衣号码 他所效应的是布鲁克林道奇队 而这也是麦尔斯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原因 原作者解释道 杰克·罗宾逊改变了黑人在棒球这样运动上面的历史 他希望麦尔斯也能像他一样 成为创造历史的黑人超级英雄 其次 42这个数字对于蜘蛛侠动画三部曲而言 也意义重大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所撰写的《银河漫游指南》一书中 将数字42解释为生命 宇宙和一切终极问题的答案 而这也是为什么 纵横宇宙的结局 麦尔斯会来到42号宇宙 显然一切的谜团都将在这个宇宙迎来终结 其次 关于42宇宙麦尔斯为何会成为徘徊者 除了可能是因为父亲的死 导致麦尔斯黑化误入歧途外 他身为徘徊者这个设定本身 就是一个打破第四面墙的超级彩蛋 这一切都源自于麦尔斯这个角色的另一个灵感来源 那就是演员唐纳德·格洛福 他是麦尔斯这个角色的人物原型 与此同时 为了感谢唐纳德对创作产生的影响 作者又特意创造了一个和唐纳德外形几乎一致的角色 也就是麦尔斯的叔叔亚伦·戴维斯 又名徘徊者 也就是说 麦尔斯和徘徊者的灵感其实都源自同一个人 因此 在一个失去蜘蛛侠的宇宙中 麦尔斯误入歧途成为徘徊者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 唐纳德·格洛福本人 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 也饰演了MCU中的亚伦·戴维斯 在纵横宇宙中 他同样饰演了某个被蜘蛛脸盟逮捕的真人版徘徊者 而且在麦尔斯被42宇宙的亚伦审问时 他再次被绑在亚伦家中的拳击沙袋上 这一幕还原是第一部平行宇宙中 麦尔斯审问终年彼得时的场景 只不过这次被绑起来的变成了麦尔斯本人 其次 就是关于葛温所组建的营救麦尔斯小队 小队共有8人 分别是葛温 彭克蜘蛛侠 印度蜘蛛侠 终年彼得 字节蜘蛛侠 潘尼帕克 暗影蜘蛛侠 以及猪猪侠 除了终年彼得他们几个前周的老队友 加入理所当然外 为防止有粉丝对此抱有疑惑 我这里也特别解释一下 三位新蜘蛛侠愿意加入的理由 谁人是彭克蜘蛛侠 在设定上 彭克蜘蛛侠本就是反对独裁和压迫的性格 在印度宇宙与麦尔斯并肩作战时 他就对麦尔斯十分的欣赏 当看到麦尔斯宁愿对抗所有人 也要回去拯救父亲时 他就已经决定脱离蜘蛛联盟 站在麦尔斯这边 并且他留给葛温的传送万表 也是他自己亲手制作 早在他和麦尔斯聊天时 他就提到 既然麦尔斯想要万表 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 当时这段话就已经暗示 彭克蜘蛛侠已经破解了2099的技术 并且自己制作了一个新的万表 而这也为葛温得以组建队伍 发起反击埋下了伏笔 然后是字节蜘蛛侠 他在和麦尔斯短暂的接触中 展示了自己所处的家庭情况 而麦尔斯对他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当麦尔斯传送走的前夕 他本有机会阻止传送 但他依旧犹豫了 这已经暗示 字节蜘蛛侠心中其实已经认同了麦尔斯 甚至想要帮助他 至于印度蜘蛛侠 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凭麦尔斯 舍成救下他的老丈人这一点 他就已经有理由对麦尔斯施与援手 至于后续的剧情将如何发展 麦尔斯是否会重蹈荷兰地蜘蛛侠的悲剧 他和葛温之间的感情 又能否跨越宇宙间的间隔终成眷属呢 虽然这些问题都将在该系列的第三部 蜘蛛侠超越宇宙中获得答案 但在那之前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首先 电影对于《诸网节点》的定义 其实类似于《无限可能假如》中 《诸网节点》则会因为某个本该死的景色没有死 或者某个蜘蛛侠没有诞生 进而导致整个宇宙的毁灭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索尼的蜘蛛侠宇宙和漫威的电影宇宙 其实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再加上托比加菲已经在MCU中客串登场 因此我猜测 在第三部超越宇宙的结局 极有可能是整个蜘蛛宇宙最终还是毁灭了 但是曼尔斯 葛温等蜘蛛侠并没有因此死亡 而是最终来了一个新的宇宙 即直接联动了MCU的复仇的联盟6秘密战争 因为在纵横宇宙的电影中 曼尔斯曾提到 他已经15岁快16岁了 而在漫画中 曼尔斯从中级宇宙正式进入到主宇宙的年纪 正好就是16岁 因此超越宇宙的结局 很有可能直接参考了秘密战争2015的结局 索尼和漫威宇宙 都将在经历毁灭后 彻底融为一个全新的宇宙 葛温和曼尔斯也将在这个新宇宙中再去前沿 当然啊 以上的猜想多少都参与我的一些私心 因为在漫画中 葛温和曼尔斯曾经走到了一起 但最终还是因为所处的宇宙不同 最终只能选择分开 可能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吧 现在是实在见不得两个相爱的人 最终走向第一 还是希望这位蜘蛛情侣 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至于影片最后 为什么没有片尾彩蛋 主要还是因为明年上映的超越宇宙 和这部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分成的上下两集 在故事上存在的强相关性 而片尾的彩蛋的目的 主要也是一个预告的作用 而如今 整个纵横宇宙本就是一个 长达两个小时的巨型预告 因此如果再留彩蛋的话 就会显得有些多余了 最后呢 我还是想再夸一下 纵横宇宙对结局 两个麦尔斯界面的设计 导演和编剧 真的是把观众的心思 拿捏得死死的 结局把多余宇宙的可能性 和诡异感 体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不由的感叹 多余宇宙果然就得那么拍 哪怕是我在显文案的时候 只要我回想起结局的那几幕 我依旧有热血喷张的感觉 我真的太喜欢 蜘蛛侠纵横宇宙这部电影了 我非常期待明年 超越宇宙的到来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关于电影的全部彩蛋解析 我也将在几天后更新 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还行的话 还行给个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